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体总结一句就是唱多 反正告诉大家一些好东西 那么我今天想了一下 我觉得我不能一味地只告诉大家一些 我的研究的一些比较好的精华的部分告诉大家 实际上我觉得有必要做一期调整 我们前多的炒股机本身也就会做得比较韧性 这个韧性就会体现在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心情好我就多开几期 比如说最近开的比较多 那我不想讲或者心情不好或者是没时间 那我就可能很久都不出前幕 这都有可能 所以比较随意 我已经解释过了 这样我的压力是最小的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风格上要做一些调整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先说这个我们怎么个调整 就是说我打算 我打算是这样 就是我们有一期看多的 再有一期就看空的 然后再来一期看多的 再来一期看空的 这样就是五花肉比较好吃 夹着吃 因为投资这个路上 应该不是说只有买买买 那也要会分析和会判断 对吧 那你只是看了我的精华 抄了一个作业 也许也不见得 你就水平真的就提高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个用心还是比较好的 当然我的一个小群里面 我的就是身边的一些朋友 也有人反对 就是说 这个钱多多 你不要去看空一些股票 这样容易得罪人 我说如果得罪就得罪吧 因为我本来第一个 我的目的很纯粹 是来帮助大家的 然后我也是基于我看到的一些事实 也并不是说他一定就对 那如果你是一种建设性的探讨 比如说这个钱多 你这个问题没看到 那我其实对这样的探讨 是非常欢迎的 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股神 对吧 那么只是股神级别的 对吧 那么这种沟通和交流就是有益的 但如果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利益被损害了 就算是 这也不是我的问题 对吧 他直到会遇到 如果我讲的是对的话 然后我也基于的事实 甚至有些看空的东西 我本身就有 都有可能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还有人身攻击式的行为 我说正好 我本身也不求一定要多少粉丝 对吧 这样的人正好可以拉黑 挺好的 我的善良是有分盲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帮助那些的 有缘的 这个 对吧 值得的人 这个是两个重要的条件 有缘的 值得的人 这是我希望帮助的 那些不值得的人 正好给拉黑了 不挺好吗 这个人生就比较有幸福感 大概是这样 那么 另外就是重要的两个原因 为什么我打算对这档节目 做一些调整 一个原因是 如果按照我的这个探究的速度 都是一些 出一些节目都是看多的 或者是很多理由 推荐 对吧 我相信 并且我也已经发现 我的一些朋友们 粉丝们 这个老铁们 这个叫什么 子弹跟不上 就是你钱不够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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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多多也不够多 我自己都不够多 对吧 所以 你一定会 子弹 子弹跟不上的 这个问题 所以我讲的 再多再好 可能也 也 也帮助会比较有限 更何况 我推荐的很多 各股 公司 都是可以长期持有的 那 那你 肯定 钱不够多 对吧 那么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之前 那个 我们的 这个 就是 因为我通过一些产业链的分析 研究 实际上你要知道 你就像你上山 找损 对吧 你是 用了大量的时间 排除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是不是 或者是你做了各种各样的研究 说这些东西不好 那些东西不好 那些东西不好 你找到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 对不对 那 正因为这样 其实我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其实看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或者说 我如果要把那些个结论拿出来 说这个东西不行 那 相信这样的公司 或者这样的股票的数量 一定是我挑出来 再通过多多美洲西股 或者是前多多炒股计 这两段节目 告诉大家的那些的结果 我基本上这样告诉你 至少没有 至少 没有一百倍嘛 也有 也有几十倍 这个数量 对吧 你否则 找不出 对吧 不可能 你一看 你看了一个股票 它就是个好股票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 你都是 对吧 都是十里挑一 百里挑一的东西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你说那些被淘汰的东西 拿出来讲一讲 是不是对我们的很多认知 很多常识 会有帮助 我说肯定会 而且我在这个中间 也获得比较多的乐趣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把这些 看空的东西 拿出来 跟大家讲的 其实蛮有意义的 也一样很有意义 好吧 好 那我们进入正题 今天讲的是 关于比特币的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在过去 多多美洲西股的节目 系列节目当中 对于有一期节目 也是 已经介绍过了 那个这期节目是 多多美洲西股的 第27 2021年 也就是今年的 2月22号 对吧 我那天还说了 这个日子比较二 对吧 然后介绍了 比特币的 产业链的一个 投资机会 分成了上游 中游 下游 对吧 就是你可以到我的 那个 我的资料里面 然后有一个栏目 就是 动态和专栏嘛 那就点专栏 专栏里面 我整理的是比较好的 所以你找起来 也会比较方便 那个第27 这个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 那我就不啰嗦了 在这个部分 今天的 我也打算讲快一点 添出结论 比特币能不能买 我认为是不能买 哪怕现在是腰斩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股价 先对它的整体情况 做一个了解 看一下股价 稍等一下 那我在网上 随便抓了一张图 差不多就是 7500吧 没错 差不多就 7500 美金左右 一个比特币 然后 在经历了去年 一年的暴涨了 之后 到了 今年的一月份 差不多价格是在 38,000美金 一个 所以 7000到38,000 5倍 多 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价格 然后 最高到过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破过6万 对吧 那现在 这个价格在 3万 3万4 就是比 今年年初的时候 价格稍微低一点 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比特币 如果从 再早一些的时候 比如说 15年左右 这个就大概 这就两三百美金 一个 那我最早 接触比特币的时候 就是属于 当时 我 我在 我还在 英特 那个时候 比特币 大概就是 好多个比特币 只能买一个披萨 所以 这就是 比特币 披萨结 这样的一个来源 那个时候 比特币 对吧 这个挖起来 也比较容易 随便一挖 就能挖得到 大概是这样 我们就切回来 所以 这个 比特币 这个价值 我 现在不能买 这是我的观点 等一下再讲原因 那我会说 我之前也介绍过 我不买比特币的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说 我 我其实在战略上 是非常保守的 就是我在战略上 非常非常保守 我在战术上 很激进 这是构成了我一个 比较 主要的投资风格 那么 战略上的保守 是指的是什么呢 我通常会 搞清楚 我要买的这个东西 它的 它的价值判断的 依据到底是什么 这个准神 到底是什么 有了这个价格判断的 价值判断的 依据和准神的之后 我才能去做一些 对 针对于未来的展望 然后我也知道 它 在什么样的情况 它比较容易有溢价 什么样的情况底下 它 它可能会 超值 那么 有了这些东西的之后 我这样的投资行为 我就会比较安心 那我自己安心 甚至我会喜欢 我喜欢了之后 我就拿来 大概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 其实是挺淳朴的 一个投资的理念和想法 那么 比特币很长的时间 其实是我没有想 我没有 我没有想清楚 我没有想透彻 它的 那个 就价值准神 到底在哪里 那么 在去年的时候 我很认真的 去做了一下功课 并且也做了 相应的节目 我认为 我已经考清楚了 那期节目我也讲了 就 简单来说是 比特币是一个 锁定能源的 通过算力 你要 你要有足够多的算力 然后通过寻子 反正通过哈希串法寻子 然后消耗了能源 所以呢 从这个 还有一个规律就是 比特币 它是越挖越难挖的 这个是通过这样的 一个稀缺性的保证 所以 在这种情况底下 每个比特币 它所需要 耗用的能源 应该是越来越多的 那么 这是它的价值 比较会 相对会比较稳定的 一个东西 那当然 随着 CPU的算力 越来越强劲 或者单位算力的 功耗的下降 对吧 然后对比差 它的难度 它会形成一个 一个动态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对冲的关系 或者叫平衡关系 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在买比特币的时候 它的内在 真正的内在价值 是人类过去消耗的能源 就是它能源所在里面 当然它也没法释放出来 它就是被用掉 就大概是 我认为 如果你要判断 它的真实的内在价值 就是它之前耗掉的这个成本 就是能源的成本 这个大概是它的转身 那么 另外一个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 关于它的 那个 我另外一个 不去买它的原因 就是我会认为 这个你可以说 我比较迂腐 就是说 你去这样 通过一种 毫无意义的 挖矿的行为 挖出了一些 所谓的比特币 也就是最后一个 荀子 一个弟子 对吧 一个数字 然后 它能换钱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财富呢 就还是属于 比较无中生有 然后有点作弊的感觉 这个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我是一直不太 喜欢这样的做法的 所以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在比特币 非常好挖的时候 我也不会动这个脑筋 那就算它的价值 很高很高 几万美金一个 我也不稀罕 反正我就这么预付了 好吧 这就是我不买比特币 的两个重要的原因 好吧 那么 之前呢 为了做一期节目呢 其实我有 小小的短时间呢 买过一些个期权 有一笔是赚了 有一笔是赔了 这个通过 今天这个节目呢 也可以跟老铁讲一下 那我在整个产业链当中 当时我看中的是 那个 就比较上游 比特币的挖矿设备 那个通过一个叫 一帮国际 当时我做了一个 期权的短差 反正就拿了 几天吧 可能是 拿了几天 赚了几千美金 就这样 然后 后来 买了那个 叫 这个 CAN 对吧 持有了一段时间 反正CAN也跌得比较惨 然后 那个期权就归零了 就大概是这样 好吧 这个 我也只是为了做节目 所以我才会去买一点 以便于可以自己 因为做了这个研究 不去买一点 我就比较痒 心里比较痒 所以输了就输了 也没关系 但一进一出嘛 那可能也 也不算什么损失 大概是这样 我也没怎么他赚钱 玩玩嘛 就大概是这样 好吧 那么 今天这档节目呢 看空的理由 我需要跟大家讲一下 先讲第一个理由 就比特币 在整个去年 是非常火的 那么这个火呢 我会认为 它有在当时的背景底下 是有多重因素的 这中间不得不提到 一个币圈的大佬 或者是本身就是 一件领袖大佬 这就是特斯拉 SpaceX的老大马斯克 那为什么我会说 这个它是一个 比特币炒起来 到现在出现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都跟马斯克 起了一个推波助澜 或者三风点火 你可以用好听的词 你也可以用难听的词 那么都跟它有 比较大的关系 举个例子来说 为什么这样来说 就是马斯克呢 他是有一段时间 他是说 可以用 他接受 用比特币 来购买特斯拉的汽车 并且作为一个公司的行为 作为一种资产配置 大量去购买和持有比特币 然后通过社交媒体 然后来告诉大家 这个比特币 多好多好多好 对吧 多有价值 然后那个时候 还伴随着一些 媒体的炒作 这个推波助澜 比如说一个比特币 要变成50万美金 对吧 那你知道50万美金 一个比特币什么概念吗 如果 如果把所有的比特币挖出来 然后乘以50万美金 那就是等于是把人类 所有的 政府发出去的货币的价值 都能买两遍 反正就是肯定超过 至于是不是两遍 我不是太确定 我大概听到这么一二二 对吧 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反正是超过人类 政府所发行的所有的货币 那显然这个 这个是不合理的 那么 这个中间 为什么能够造成这样的 大幅的上涨 它的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我会说 如果它只是作为一个 金融工具 金融避险工具 这件事情在我们 多多细鼓的节目里面 已经表述的非常清楚了 比特币不是一个货币 我认为它只是一个 类似数字黄金的 这样的一个金融避险工具 对吧 那如果它很安心的 或者说整个币圈的人 整个社会的共识 是把它当成一种数字的黄金 作为一个金融避险工具 那我会说 这个对于各国的政府 这个就发钞的政府 或者是像美联储这样的 非完全政府组织 那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其实并没有动他们的奶酪 因为黄金的价格的涨低 实际上各国的政府 不会紧张的 因为黄金早就不是一个 跟货币挂钩的一个东西 黄金早就没有那种以前的那种黄金的 作为一个货币职能的一个黄金的这样的一个热度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实际上很多人只是脑子里觉得黄金重要 黄金很昂贵 那他只是因为这个长时间的这种 社会的舆论和惯性和过去的历史 给出来的一些条条框框 很多人很难打破这个 从原理出发 打破那个条条框框 跟黄金白银 或者是还不如那些稀土所练出来的那个稀有金属呢 黄金也有一些工业上的用途 但实际上这个都没那么重要 就大概是这意思 好吧 那比特币如果安心的守在那个叫数字黄金 避险工具这样一个定位上 那我会说大家都还可以相安无事 但是马斯克这样的人 他通过说我打通了 让他变成具有一定的货币智能 然后呢大家会觉得 哇那这个一旦他比特币变成一个货币 又不受政府监管 又有稀缺性的保证 又不会滥发对吧 然后又能加密 又不能被追踪 产生了那么多的好处 那肯定能干掉全世界的货币 变成全世界通行的货币 那以后就不要美金了 也不要人民币了 也不要日币了 不要欧元了 你觉得各国政府会答应吗 这就是本来金水不半河水 你现在踩人家红线 那不是全球各个政府都要围剪这个比特币吗 那当然果然这件事情就开始发生了 现在中国发生 中国政府说不许挖矿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在碳中和 你在内蒙古挖矿 用了大量的便宜的火电 火电用煤炭发出来的 煤炭一发 那个二氧化碳排放就非常非常多 不许挖 关停 对吧 就关停了 那么那有些人会说 那我搬去四川那些地方 在水电比较富裕的地方 用水电来进行挖比特币行不行 其实还是不行 对吧 所以接着的第二步的追杀是什么 中国政府第二步的追杀 说那个比特币的交易都不合法 就在境内你不要玩比特币的交易 你只有你有就算了 但是你不能买卖 那你买卖你就去国外买卖去 就大概这样 那你追杀的厉害了 你甚至现在可以看得到 咱们用的富途 对吧 那富途里面 比特币期货的价格 你都查不到了 他已经查不到了 对吧 这就是说明 这个触手有多重 但你知道吗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至少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最近这个比重才降下来了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中国的矿机矿场 挖出来的比特币 占了全球比特币的 供应量的70%好不好 中国的 币圈 或者是中国的那些老一点的玩家 他们对比特币的那个 叫什么 这个持仓 我相信也是 全球排在非常前面的 比重 排在非常非常前面 对吧 因为中国人也比较喜欢这种 走个捷径啊 对吧 那个 赌个博啊 对吧 跟赌博就很像 特别是在他很便宜的时候 所以那 当 马斯克这样的人 推波助澜 大家都开始发疯 然后觉得这个 比特币就会变成 世界通信货币了 那你就完蛋了嘛 实际上这个危机 就已经埋下了 虽然那个时候 能出现这样的 涨幅暴涨 对吧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因为 这个 新冠疫情的关系 各国政府 大量发行货币 那很多资金 当然就想避险了 那避险 你就会想到什么呢 第一个 避险到 黄金 数字黄金 对吧 然后比特币 对吧 这是不同的管道 在泄那个洪水嘛 那在这个 这样的情况底下 水上船高 很正常 很正常 是不是 但 这个时候 大家别 这个火上浇油 特别是马斯克 这样的家伙 你不去火上浇油 比特币还能 火久一点 你知道吗 现在很糟糕 但其实 马斯克并不是 唯一一个 火上浇油的人 那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件事情 其实第三件事情 你看有中国政府的出手 重拳 对吧 然后第二个 有马斯克 这个后面 这个推波助澜 搞 搞特斯拉 或者是这两件事情 几乎同时在发生 对吧 那第三个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 前一段时间 发生的 这个叫 这件事情一发生 我就说坏了坏了 那比特币肯定就完蛋 对吧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黑客组织 叫 叫Duckside 就是黑暗面 黑客组织Duckside 这个入侵了 美国最大的 油气管道供应商 叫殖民地 Cloney Cloney Pipeline 直接攻进他们的服务器 把他们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数据库给锁了 对吧 你数据库一锁 那你系统就 就贪了嘛 你不能工作了 然后这就造成了 Cloney Pipeline 它其实是供应了 从西部供应到 或者叫中部供应到 东部的油气的管道 那你这油气管道 一倍掐 那美国的经济动脉 就能源经济动脉 能源当然就经济的动脉 你能源经济动脉直接就停摆啊 这个威力很大的 就 如果它的停摆时间长一点 这个跟扔个核碳没什么量 你看 甚至破坏力更大 你知道吗 那这个时候 黑客组织说什么 我要 我要 勒索 勒索比特币 那因为你给它钱 这个银行转来转去 哪有查不到的吗 但黑客组织认为 对吧 比特币是无法追踪的 查不到的 所以我就要比特币 那正因为这样 这样的重大的事件 其实这样的事件呢 并不是之前一直没有发生 其实一直有零零碎碎的就有发生 但是 你这对黑客组织 你挑在 这种时间 挑那么 重大的机构 影响面 波及面 那么大 然后狠狠的 当着全世界的面 勒索 美国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 叫什么 重要的机构 对吧 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 对吧 CIA也好 那个 那个国 司法部也好 等等都 都不得不出来 出售 对吧 那么 人家勒索了 这个价值500万美金的 比特币 对吧 然后 这个事情就 就这样发生了 最后造成那个 Cloning Pipeline的 停摆了 一周以上的时间吧 就大概是这样 那 这件事情 Duckside可能也觉得 应该是算 闯了一个比较大的货吧 所以 这件事情 一拿到赎金了之后 那就宣布解散 但实际上宣布解散 我们也知道 这件事情 肯定不是第一件 它也肯定不是 最后一件 对吧 那么 后面肯定会发生 那果然前 前几天 又有消息出来 美国 第一大 还是第二大 那个 肉 肉制品 加工商 对吧 我知道的是泰森 但不是泰森 是另外一家 也是一样 招人 这个 数据库 锁定 勒索 勒索病毒 反正应该要的东西 还是比特币 肯定是这个 要别的没用 都能被追回来 还能把人给抓了 对吧 那好 那这件事情呢 我会认为 在没有后续之前 我就认为比特币 这下就麻烦大了 原因是 这个时候美国政府 你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 它一定会出筹 对吧 然后这当成恐怖袭击来定性定位 然后出筹 然后 而且他一定要想办法根本性的解决这种问题 那我想 如果我是美国政府的这个有司法官员 那我就会想 我一定要一劳容易干掉他了 那很简单 这件事情组织里面 我黑客我对不到 对吧 那我就要想办法断掉黑客的那条路 那断掉他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就是 把他的获得 这个 这个账款账务的这个路径给封了 那 那他用的是比特币 那我就把比特币 想办法给弄了 不就好了吗 再加上比特币又有 之前有那么多踩着红线 想要替代货币这种可能性 然后炒的那么热 他会形成各种各样的 对美元国际地位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重大的挑战 对吧 至少是可能性 以前比特币 比较便宜的时候 体量很小的时候 从美联储的角度 根本看正眼都不用看 对吧 那现在 对吧 你几万块钱一个 甚至还有人叫一叫要50万美元一个比特币 那美联储不要正眼相看 更何况还有马斯克这样的家伙说 这个比特币还能买东西 那不疯了 只要一能买东西 他就开始充当货币职能了 那这个事肯定要消灭的 是不是 或者说一定要把它打回原型的 是不是 所以 那正好黑客又冲上来 对吧 搞了一把 这样的事情 肯定不能要在这样的发生 那一定要追杀的 这种事情 百分之百也追杀 无论是特朗普在做总统 还是 Sleepy Joe 对吧 做总统 这个 在老年时代也 也要管这事 对吧 那所以 这件事情 果然 你看 这两天出了一个消息 美国司法部 宣称 已经追回了 这个叫什么 60 我看一下 追回了63.7个 已经追回了63.7个比特币 所以 这件事情就意味着什么 币圈的人 不是觉得 为什么比特币有价值 除了他的稀缺性的保证以外 通过一套机制来保证以外 他还宣称他的机制 是能够 加密的 防追踪的 不可追溯的 对吧 安全的 是不是 那你司法部 直接就冲上去 啪啪打脸 至于 他怎么把他追回来的 这不重要 这就说明 比特币 不是币圈 或者是那个机制里面 所宣称的 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个特性 就不可追踪 那这件事情 你再往下想 当他这个重要的属性 没有的时候 他就会对他的使用估值 或者使用场景 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冲击 那至少你那些叫暗网 暗网底下的各种各样的交易 其实就变成 比特币 本来以认为比特币是 是可以来充当这种交易媒介的 那现在其实不可以 因为只要想查 还是能查得到 那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作用 一旦失去这个作用 就会有原有的大量 在以比特币来做交换的那些 可能见不了光的那些个应用场景 就不见了 不见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 我认为他就会 就被认同的 有实际作用的部分 就会极度的削减 甚至削减到几乎没有 对吧 这个跟原来的状况去比 是完全不可通 以后可能是说 比特币用来买披萨 这样的事呢 都法律不允许 你怎么干 不是说你花了几万个比特币 去买个披萨的问题 是根本就不可以 你违法 大概是这样 所以司法部追回比特币这件事情 是对整个比特币的 两个最重要的机制里面 其中一个 就两条腿 一条腿已经被卸掉了 大概是这样 好 那么 还有一个理工的因素 我会认为 比特币在过去的 一两年的时间 刚才我们也看了 哪个K线图 对吧 在过去的一两年时间 比特币的价格 上升非常猛烈 这样也说明 这个背后最主要的 是机构的获利盘 无比之丰厚 因为我相信 这个交易量猛涨的 这个过程当中 大部分人是在 大部分的这种散户交易者 或者是个人的交易者 进入比特币去购买的 通常可能在四万五万美金 或者是三万 已经算买得早了 对吧 所以大部分人都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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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套牢的 但是对机构来说 我相信他可能 只有几百美金 一个比特币的 这样的一个成本 特别是对于 早就已经不好去的 这种大量持有者 因为你要知道 以前的比特币 挖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一天都能挖好多呢 是不是 所以这对这些机构来说 它的获利盘 是无比之丰厚的 正因为这个无比之丰厚 你从六万美金 跌到三万四 你就觉得 你觉得他在 这些机构在抛的时候 眼睛会不会眨一下 我觉得我是机构 我眼睛眨都不会眨 不要说三万四 对吧 眼睛不眨 我觉得三千四 我眼睛都不眨 都可以卖 没问题的 这有什么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获利盘 这个跟股票一样 就是简单来说 你怎么 什么样的速度上去的 什么样的速度下来 很正常 这有什么不正常的 对吧 腰斩了 你就觉得 人超低 对吧 这个根本就不是低 如果真的 大家都是对 你看这些原理 基本面信心 都在失去的时候 凭什么说 这个是个低 我认为拆价格 我有朋友跟我讲 他说比特币跌破三万 他肯定去抄底 我说拆价格是 韭菜式的行为 只有韭菜 才会认为 这个价格叫高 这个价格叫低 实际上 这个就基本 基本原理没过关 实际上不要去拆价格 你不是上帝 你拆不到价格 高和低 是基于综合情况 动态来判断的 对吧 应该是这样理解才对 今天又讲了一个重要的常识 不要去拆价格 但你也别问我价格 这 钱总多多 你看这股价能到多少 我不是上帝 我猜不到 对吧 这个要动态评估 好吧 最后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 实际上 无论是失业保险 因为美国很多州 其实已经 特别是红州 已经在 说 如果我们的 这个失业 救助金 还继续发放的话 这些人就会懒到 根本就不出去上班了 因为不上班 拿到的钱也足够花 甚至比上班还多 那干嘛去上班 对吧 那 美国精神最后变成 养懒人的精神 那就疯掉了 对吧 所以 就是说 很多州就开始停掉 那些 这个计划 然后美联储 也开始在放风 就是说 我们的美债 每个月在买 是不是 现在可以 开始讨论一下 少买一点了 对吧 这个都是 在向市场 释放流动性的 这个举动 在开始 往回撤了 因为经济 看起来 增长都不错 就业增长 也都不错 复苏也不错 然后疫苗 接种也已经 达到一定的预期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流动性 之前放的 我记得 当时是这样讲的 这个流动性 就是 美联储直接说 把唐王 桌子上一到 你们要多少 你就拿多少吧 然后所以 什么美联储 都能去买那种 越过很多红线 去买那种 叫什么 垃圾债 垃圾企业债 都可以买 对吧 因为要保住 大家的信心 现在 现在 这个情况 已经不一样了 对吧 那随时都有可能 或者是说 你今年可能就看得见 对于流动性 至少不再这个水管 不再往那个池塘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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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很多水了 那 那通常可能 能够把龙头 放水的龙头 拧小一点 甚至是 一看 这个水太多了 那 找个抽水 先把水再抽一点 回来 对吧 那这些 都会对 金融避险工具 的需求 比如说 无论是黄金也好 无论是 比特币 作为一个 避险的 一个管道和品种也好 它都会产生 利空的要素 你就 没有道理 这个 这个价格 再往上走 对吧 那你既然 单从这条来看 你的价格 不能往上走 那 市场总会找个方向 那就 往下跑 对吧 这个是个大概率事件 所以 总结来看 那么多的 利空 对吧 最后好像 还有一条利空 这周六 好像 Sleepy Joe 要去 那个 欧洲 是飞过去 就面对面的 就面对面的那种 那 说是要跟各国 欧洲的各国去 欧盟去探讨 关于 比特币 对金融风险的 冲击的 这个防范 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所以 这个 无论谈成什么样 我认为这件事情 放到台面上 它就也是一个 重大的利空 用这么多利空 加在一起 比特币跌到三万块 你买不买 我说 我反正我不买 你要买 你自己去买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 唯一的利多 好像是说 有两个利多吧 就第一个 的确是腰斩了 对吧 那我 当然我不认为 腰斩了就 就算利多 腰斩之后 还可以 膝盖斩 还可以脚底板斩 对吧 因为你就像 这个 跌 价格跌到地板上 你会发现 还有 底下 还有 低窖 低窖下面 还有地域 地域下面 还有炼狱 这个没底的 对不对 道理就像这个道理 那另外一个 据说有一个 什么 基金 说是 我看一下 这个基金说 他要有 五亿美金 去购买 这些比特币的 叫 MicroStrategy MicroStrategy 说 发债融资 四亿美金 购买 比特币 单数字货币 我会说 四亿美金 好吧 四亿美金 背水测心 你买吧 买了也没什么 对整个 体量来说 根本就 就是一种 唐币当居式的 这种效果 我不认为它 能起什么作用 反正看我节目的 老铁 我会说 比特币不要去超低 千万 精神 千万不要去超低 这是我的建议 当然 你可以把我当成 直路明灯 反向的 直路明灯 你重仓去超 我们一眼 那go ahead 对吧 祝你成功 反正我 我觉得比特币涨了 我也不需要 对吧 涨到五十万 五十万美金 我都不需要 大概是意思 好吧 那今天的 这个 前多多炒股机 第九期的节目 其实是一个 看空的节目 关于比特币的 那就 跟大家讲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